看到没有 这么夸张吗 真的想喷枪耶 看到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种神奇的石头 据说是要把这种石头放进水里 就能产生一种特殊的气体 这时只要用芭果机点一下 就能瞬间挨起熊熊烈火 好家伙 这样是真的 以后烧水做饭 不是只用套石头就可以了 嘿嘿 不爱 就这么一点 花了我45块钱啊 看来用石头做饭的梦想 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我去 块也太大了吧 其实这个东西叫电气石啊 这样看起来好像和一般石头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找的块小的 先试一下 放进去 然后滴一点水 看到没 我去 这个反应好剧烈啊 然后再点一下 呦呦 呦呦 哇 这下微笑 真的烧起来了 这什么原理啊 有点神奇啊 只要加水就能不停的燃烧 哇 这太帅了吧 这么持久的吗 这个啊 这么一小块石头 结果烧了这么半天 这个烧水做个饭什么的 我觉得应该够用的 你有别 像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 之所以这种石头很难烧 是因为产生了以缺气体 明白了这些原理之后啊 兄弟们 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既然这些电子能产生以缺气体 那如果我能控制它的粗气量 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能做出一把洗缺喷枪呢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不要钱的塑料瓶 还需要一套不要钱的输液管 紧接着咱们在这个瓶盖上 给它转出一个小盆子 然后把这个水管给它插进去 接下来把这些电子粉末倒进去 待会咱们可以通过这个 滚轮的松紧来控制粗气量 稍微给它倒一点水进去 试一下 呦看到没 感觉效果不错 怎么有点小 感觉这个地方火还大一点 有点失误啊 可能是因为这个没水了 我在加安全 呦给它开上 这个太猛了 这个管道都给它时间 赶爆了我去 这次咱们少加一点水 这种都应该够了 看到没有 我去 哇 这么夸张吗 这么长 真的想喷枪 看到没 但是为什么这个一烧它就黑了 继续加水了 Z6 试一下这个 哇 什么情况 漏了 哎呦 诶 又火了 诶 诶 我去 破了 WTF 看来用输液管做喷枪 难度确实有点大 咱们直接这样来试一下吧 那看一下这个7.6 我去 太猛了吧 危险思念 危险魔法